提示,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其实在涉及股市上 我是谨慎的 大学以来有过几次股票模拟比赛 略有心得 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 也是占据专业的知识优势 也算是起步比别人占据一点先机 出于这个目的 我就欣喜若狂的一头砸进入了股市 在里面买了一些小股票 前前后后摸索了半年 自己也是因为学业的影响 也是学的零碎 整个就是买啥亏啥 最后在亏的自己当时吃饭都是问题的时候 同时明白了一个道理 股票是一个系统且全面的过程 也就是此时自己考虑到一些问题 及时止损出局 毕竟对于一个在校大学生 这是不明智的决定 从那以后对于金融时刻 保持谨慎和敬畏之心 因获得福后面出现的18年熊市算是避开了 不然在自己这种愣头清进去 绝对是磕得头破血流 因此自己从那个时候起 就开始下班看这方面的书 约一至两小时 了解什么是下谱系数回车率多少合适 什么样的基金经理才是好的经理 比如蔡经理狗头保命 这样子前前后后学习了一个多月 也算是基本入门了 对于一些专业术语 也算是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的无知 金融的世界 我也就是才刚刚半只脚踏入这个领域 自己开始学着自己去筛选基金 看看基金的组成部分 基金的年回报率 宽基和窄基的优劣势 什么是指数基金 混合基金 债券基金等等 这些东西让我着迷 但是事与愿违 随着劫后几天 白马股直接纷纷大幅度下跌 普遍的公司估值过高 导致泡沫严重 市场开始重新洗牌 由于受各个基金机构重仓的白马股 抱团股股价下跌 基金也是大幅度下滑 在短短的一个月里 各大明星基金更是跌的一泄千里 历时间基民苦不堪言 哀鸿遍野 一些明星经理 也是出现了历史性的最高回撤 其中著名基金经理张坤 更是打破自己多年的回撤率 而基金普遍也是跌幅在20%上下 此刻我因为年前的盈头小利 也是在劫后加大了持仓 随着连续跌落三天之后 之前的盈头小利荡然无存 此刻发现基金经理并不是首可通天 基金也并不是一本万利 在跌第五天时候 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时 我果断地卖出了所以的基金 最后三月初出来的基金收益报告 最终自己是赚了200多 也算是没输没赢 这次进来最开始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自己同事推荐基金可以盈利 虽然平时听说过 但是不敢随意妄为 但是在欲望合以理财为目的的驱使下 最终进入了基金的世界 当为何说目的是理财 是因为自己生活中 也是一个金钱观念比较单薄的人 对于金钱的把控并不是很合理 所以在这个自以为合理的目的下 顺势进入基金的世界 成为了一个基民 当时我是拿出了自己工资的一部分 也就是几千块钱 在各个朋友的推荐下 买了好几个基金 主要是在这方面 自己也是一窍不通 不敢买入太多 祝本人不是专业股市人士 纯粹的一个小韭菜 只是试着学习新鲜的事物 记录自己在新鲜事物中不断地成长 自己也是刚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 出于的目的 也是为了让自己在有限的财富中 获取无限的价值 当我在一次踏入股市中 已经是三年后了 这也就是自己2021年2月